一大早 李东奎与张武县人务部的四名民兵护林员 一起到阿尔乡段张子松林寻山 这条路 李东奎已经走了四十年 张古台林场位于辽宁省西北部 地处克尔青沙地东南风口 一年四季都吹着漫天黄沙 1987年 从部队退伍的李东奎 被分配到张古台林场阿尔乡护林点做护林员 当初我也曾经动摇过 行李都收拾好了 可最后又打消了念头 我曾经是一名军人 当逃兵多么可耻 几经思想斗争 李东奎还是留了下来 一个人种树自杀 一个人巡逻护林 一人一马 与寂寞为伴 以山林为家 为方便护林工作 他在山上盖起了茅草屋 打了水井 一手就是四十年 那就苦呢 都没法说了 那没电 没水 白天都害怕 别说黑一天晚上来 就是那个蛇也相当多 块米块面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大黑蛇立立着 晚上睡觉的时候 那蛇也就从那个房顶上 巴当巴当往下掉 坚守林场已相当不易 而在沙漠种树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加固这道阻拦风沙南青的绿色屏障 春天 李东奎顶着风沙淡着水 走上两三公里才能把树苗种下 夏天 李东奎在四十多摄氏度的高温下 为树苗反复浇水防止枯死 每年新栽种的树苗 还没有在沙漠里扎根 就被沙尘帽连根拔起 拔起了栽种 不知补充了多少位 在知道李东奎老班长的护林事迹后 我们任务部每年都请他 给民兵讲述制杀故事 组织民兵同他一起植树造林 巡逻护林 受李东奎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民兵退伍军人和志愿者 加入到义务植树护林的队伍中 张武仙的植树面积也逐年扩大 如今这片近213万亩的防护林 已成为我国三北防护林中的 一道重要生态屏障 为了保护好这来之不易的奋斗成果 加班加点寻山护林 成了李东奎的日常习惯 累了就靠在树下打个盹 听听林海涛声 饿了就吃几口干粮喝几口水 闷了就站在沙地里喊几声军歌 40年来 李东奎以实际行动 守住几代造林人的誓言 李东奎的父亲 曾是这个林场的护林员 如今 接力棒又传递到了 李东奎的女儿李明明手中 现在守护林海 也是我的重要职责 我要接好父亲的制杀的接力棒 成为爷爷和父亲之后的林三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